张汤得宠 张汤从小就喜欢读一些法律相关的书 说起法律条文来也头头是道 有一次老鼠偷吃了他家厨房的肉 他抓住老鼠对老鼠进行审判 这让张汤父亲感到非常吃惊 后来张汤和他父亲在同一个衙门里办公 张汤的职位升得很快 但父亲认为张汤为人过于残忍 而且喜欢猜测上司的想法 这样不会有大出息 过了两年 汉武帝刘彻决定和匈奴打仗 为了筹集军费想了很多办法 张汤主动给汉武帝上书 提了很多建议 汉武帝都一一采用了 并任命张汤为庭尉 张汤严刑拷打 威逼利诱 敲诈出了很多人家的钱财 但张汤并不贪图钱财 都上交国库了 后来他当了御史大夫 张汤于是开始在全国想尽办法搜刮民财 来供应军费 于是汉武帝更加喜欢他了 皇帝很多时候用人注重的是能力 而不是管你是不是个好人